門司港的復古風情 盤戶市場的超級新鮮海鮮跟河豚料理 改變歷史的馬關條約簽約之地 連接九州跟本州的海底隧道 拜訪日本城堡 在市場吃丼飯 今天的行程真的很棒 第一個行程就往門司港出發吧 門司港開港到現在已經有130多年的歷史了 整個區域充滿了明治跟昭尔時期的西式建築 讓我們吹著海風好好享受這個區域吧 這裡位在北九州市的北端 也是九州最北端的區域 從福岡市的伯多搭成新幹線 轉達電車只需要40分鐘左右 從北九州市最大的車站、小艙車站出發 也只需要十多分的車程 這裡與本州的山口線下關市中間只有隔著關門海峽 兩個地方非常的接近 雖然我們剛到門司港 其實第一站要前往下關市 因為那裡有超棒的魚市場 所以早上去吃,最新鮮可口 我們從門司港乘船五分鐘 就到了唐戶市場 這裡又稱作關門的廚房 因為明治時代這裡海外貿易的興起 讓人口聚集 久有久之就有了新鮮的魚菜市場 這裡早上就已經人潮洶湧了 大家聚精會神挑選花蒜新鮮的壽司 生魚片、河豚人料理或是海鮮丼飯 買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坐到海邊吃 邊看海邊吃海鮮 是市區無法體會的爽感 如果你想要吃河豚料理的話 可以在塔培樂宮2021定時百名店市場食堂Yoshi 試試看各種不同料理方式的河豚 肉質鮮美,而且價格非常合理 一兩千日圓就可以吃到高級的河豚料理 離開市場我們就在下關周邊逛逛吧 1906年建立的舊下關英國領事館 為國家專業文化財 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領事館建築 非常具有歷史價值 兩層都不會很大 包個十幾分鐘就可以逛完了 日清獎盒紀念館為日本有型文化財 重現了改變我們歷史馬關條約的情緣之處 關門隧道是連接本州跟九州的海底隧道 1958年建造完成 這裡可以讓人走過去 全長780公尺 你可以地下五六十公尺的海中 來回九州跟本州的界線 蠻有趣的 我們走回北九州後 再度回到了門司港這帶 接下來到下午三點左右 大家就在這個區域好好來旅遊吧 門司港車站建於西元1914年 為日本第一個指定為中華文化財的車站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車站改札一走出來 馬上可以看到這間星巴克 直接位於站內 為當時三等等候室的區域 咖啡店的主題是說書人 留咖啡來傳達歷史給這裡的旅客 牆壁的色調為白色 腰臂跟天花板的部分皆為淡黃色 跟車站的外觀非常的搭 咖啡店裡面有幾個特色的小細節 比方說這個火爐跟鏡子 不知道是不是當初大正時期又留下來的呢 門司港是日本近代化產業革命的重鎮 這邊奈後鋼製作的霸台區 有著不同時期星巴克的logo設計 可以做的跟日本火車前方的headmark一樣 非常有趣 至於咖啡店的座位區使用福岡產的苦鈴所設計 木質調的深色座位跟黃白色調星巴克內裝有互補的效果 車站這區又稱作門司港retro 穿滿了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 日本三大港之一門司港的歷史氣息 這也是日本知名的觀光地區 每年吸引了約兩百萬人來訪 有許多歷史古蹟或景點可以參觀 中華化財就門司三井俱樂部於1921年 作為三井物產的接待和住宿設施 是一棟兩層樓的木造建築 1922年愛因斯坦夫婦也曾經住過這裡 沿著海邊悠閒地散步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少地標建築 比方說鑒於1927年登陸的型文化財 北九州市舊大阪商船 或是北九州市立國際友好圖書館 Blue Wing Moji是日本最大可以讓人行走的吊橋 就是有船經過會升起來的那種 據說因為很浪漫讓這裡成為恋人勝地 想要從另一個角度觀賞門司港的美景 可以登上門司港的Lettro展望室 可以從標概百公尺31樓觀看美麗的門司港景色 由於周邊沒有大樓 那也可以無遮蔽地看門司港、海景以及對面的下觀室 九州鐵道紀念館是一個鐵道迷不能錯過的景點 展示區展示了九台二世紀不同時期的列車 其中一九三技能Kiha 42055號 也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財之一 迷你鐵道公園可以讓家長帶小朋友體驗搭電車的樂趣 本館明治時代客車可以入車廂體驗 二樓也放了許多重要的鐵道文化財 本館本身的建築物本身也是一個文化財喔 離門司港只有一個海峽至格的下觀室 也有很多好玩景點 唐戶與市場可以平移價格吃到新鮮海鮮以及河豚 也可以拜訪影響歷史馬關條約的簽約之處 離開門司港我們搭乘電車回到小倉 這裡有幾個不錯的景點可以參觀 這裡也是今天精彩行程的最後一站 大家可以自由安排這一區景點的前後順序 位於商店街內的洗肉壓貝卡裡的煉乳麵包或是奶油麵包 真的超級好吃 包包拜訪這裡兩次過 商店街很大很好逛 如果不想逛街的話沿著河畔散步也不錯 蛋過市場又稱為北九州的廚房 是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市場 有100多家經營鮮魚、蔬果、筋肉、熟食的店鋪 這裡最好玩的是大學堂的大學凍 先在大學堂買好米飯後到市場各家店去購買食材 買完之後回到大學堂幾個想要自己設計的凍飯 有點像是往上疊的便當的概念 小倉城是北九州市最大的地標之一 也是福岡縣唯一的一個天守閣 原本建立於西元1602年 天守閣於1959年重建完成 大家可以在城區散步或到天守閣360度 觀賞小倉這一帶的景色 今天的行程就要小倉結束囉 很快 請客